我們今天重點是擋主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选举有一个让我们比较忧心的地方 因为大家都不太重视 所以很多的党员都觉得都差不多选谁都一样 因此他们也觉得这也没什么重要 因为这个任期只有一年多是个补选 所以就不太去重视 好像社会新闻也不是很看重 所以我比较忧虑一点事情 感谢观看